南京是六朝古都 十朝都会 文化底蕴非常深厚 同时它又是一个很繁荣很包容的城市 南京还有一个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地方 动物园其实就是一个人和自然过渡的场所 让动物能到我们的世界里 我们也能看到他们的世界 但是却互不打扰互相尊重 东山动物园不强调动物给游客表演 我觉得是个特别人道 也特别瘦道的一个创举 我们从动物的身上 我们能够获得很大的安慰 无论是审美还是情绪 还是价值上的一些寄托 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人但走位的很多面向欲望就不存在了 我特别希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像我们跟动物之间这样 可以互相治愈 给予尊重互相温暖